竹山镇丁酉年公庙联合安隆宗教文化祭的西柱教坛开灯仪式 二日下午六点三十分在向天宫热闹登场 也宣告建教活动正式开跑 建政王太大教育师兄很多 大家都很大教育来泡泡 克明宫主委杨飞武表示 建教区分东南西北中五柱 每一柱的点灯仪式及日期由公庙主神来做主 在福教开灯前 县议员吴瑞芳也到场表示关心 记者会中献议员蔡怡柱感谢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劳 在记者会结束后 九大公庙主委及蔡怡柱议员等嘉宾手持火把 在法师的带领下步行到西柱教堂 希望集合众神的一个力量 来祈求国泰民安风调以顺 今天对我们的四条第一条来点灯祇论 我们的基求 我们这一群的作者可以让我们专第三天的顶民 都可以参加六业 大家都可以很平安顺势 县议会议长何胜丰表示 10月23日起至27日子 共计五天 举办全镇联合泄土福教祭典 欢迎全国的乡亲前来共襄盛举 记者邱文睿竹山采访报导